作詞 作曲 編曲 李宗盛 兩個人的感情戲 內心戲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是有遇到很多沉重的場面 所以其實有她在 真的是對我好啊 因為有一陣子我真的覺得要瘋掉 然後她就勸我說 其實我們應該 最重要是拍完之後 要放下 所以有她在真的是幫了我很多 我從來沒有覺得說 有什麼所謂的好人跟壞人 我覺得我們全部都有黑暗的一面 我們全部也有很好的一面 只是看說就是 你到底能不能控制那個黑暗的那一面 就好人也是罪人 這樣的問題很難回答 因為說真的我們每個人 遇到 unexpected的情況 我們可能會 我們不懂我們是怎麼會反應 如果真的像劇情這樣 媽媽遇到危險 作為孩子也一定會奮不顧身地去救媽媽 或者孩子有問題 作為媽媽父母親也會奮不顧身去救那個孩子 我很欣賞說 編劇寫這樣子的一種場面 因為我覺得這種場面會讓觀眾去想 我很喜歡這樣子很灰的場面 因為我覺得這種可以讓觀眾去思考 是很好的 應該就是拍那個很傷心的一場戲 然後拍了 很傷心的一場戲之後又笑得很開心 哭到很慘 她就突然間 out of nowhere莫名其妙的 覺得她的聲音crack掉 她覺得很好笑 她走音她覺得很好笑 其實我們的監製也是帶給她很多汗了 其實我們這次的監製也是 也是讓我們很輕鬆 讓我們很開心 因為她的 她的表達方式很特別 她的國際交談 她香港人嘛 她講華語 所以就有這個 有一點笑料 順其自然啊 自然的嗎 用真的 不要太假啦 假 啊 這種東西 她就是 融化アイスガチャン的 喔 融化 太陽 不是冰山 是アイスガチャン 她一問這個問題我就想起 アイスガチャン了 怎麼辦 可是我餓了 她說是アイスガチャン 妳們會感覺是像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瑞恩 嗯 我是 大包 戲裡面是大包 我們在拍《最火搭檔》 那希望你們會收看我們的《最火搭檔2》 一定要看囉